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伟邦到底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出售 而胡伟邦又有什么样的战功标柄 而在今年我们还特别找了过去 那些年我们一起炒过股票的 胡伟邦前成员来告诉我们 到底胡伟邦为什么能够战功标柄 他们怎么分析筹码 而这一位胡伟邦前成员还要告诉你 你只要利用午休时间 当然老板最好不知道了 午休时间你就可以赚到 2%到4%的利润 怎么赚 等会一招告诉你之后 等会一招攻破就不够 攻破真够蛋 同时今天还要告诉您的是 高以祥的猝死案震惊全台湾 到底像这样运动到一半猝死 意外险到底赔不赔呢 其实现在运动风气真的很夯 当然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运动途中猝死 意外险赔不赔 再这样好好来告诉你 同时还来告诉你 您知道您减掉的信用卡 现在很多人很爱办信用卡 因为有什么来电礼 有什么优惠 就办了一头拉股 但是办了之后你没有用 减掉的信用卡 很有可能减掉了你的钱 好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保险专家李博全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数学老师郭盛 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同时也邀请到 曾经专家赖先生献哥 以及信用卡达人宝可梦 大家好 刚才带你来关心 现在的核润IPO是来台行了 主力护卫帮押保核润 让核润的股价狂飙 连胡伟邦都出手了 对 核润是核泰汽车的关系企业 那他在下个月也开始要IPO 那在前几天的一个 整个公开竞标里面 创下台湾有史以来IPO 参与最大的金额将近200亿 结果在昨天的交易量发现 竟然成交800多张里面 里面有胡伟邦的影子 当天就拉台了32块 胡伟邦我在江欧听过他们的名字 你听过竹林邦 听过竹林邦 听过四海邦 没有啦 我也听过胡伟邦 嘉义邦也听过 但是我票盖里面 嘉义邦 胡伟邦 应该做股票的都耳闻其名 但是不见其人 好 胡伟邦出手了 我们都要告诉你 到底何润 如果你也想赚何润 怎么赚 除了抽签抽到像中乐透一万 其实还有其他的赚方 我们休息一会之后 再帮您最先 今天看到这边现场来谈谈胡伟邦 这次压保了何润 对 那其实从何润的一个 未来的潜力 看到胡伟邦的影子 那过期我们当年有一句话说 会过你三雷九 不过你何月则 所以代表何月人很强悍 因为过期分年就是散地散兄 那些人非常强悍 在谷票市场里面胡伟邦会非常强悍 在过期二十年的谷票的历史里面 我们过期台湾的谷票有三个阶段 那个阶段就是过期印量池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四大天王八大金刚 对吧 民国七十六年那时候台湾谷票到七十九年 为一千空三十六点起到一二六八二 跌跌三年的时间起十一倍 一千几点起到一二六八二 七十六年会开盘2036 然后七十九年二月帮盘一二六八二 台湾一阴下吧 那时候只有两个 大盘子我都可以看一下 疯狂 疯狂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的所谓的邦 嘉义邦 胡伟邦 还有很多的一些作手 那些过去你没有听到的一些中小作手 加加起来要整百个 然后经过了奔盘以后 就是法人时代 外资为二十几%到最完四十% 但是法人时代台湾国票四了 整个台湾股市的表现好像什么 好像是一潭死水一样 这个时候胡伟邦出现了 竟然有时候成交五六百亿 好像摸摸正贯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对不起 我打个岔 这早期根本没有外资这件事 以前我们来看这个游标 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外资 没有 那些外资都没有 那时候好像有大户和阻力而已 是 是 是 那个时代 对 后卫邦厉害厉害厉害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大盘 以前2012年那个附近 一天成功五六百英 五六百英 你想说五六百英 他竟然后卫的一间勤工室 那儿竟然一天成功三亿 一天成功三亿 一天成功三亿 后卫做百多亿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二千丶夾到的高平很奇怪 如果弓矽过 十点就塑起来掌填板了 如果弓矽过 只要十点多 在那儿要掌填不掌填 十一点多 同样把它塑起来 塑起来 塑起来一般在那儿要掌填不掌填 大家就去用嘛 因为欧帮 欧的比较多 红的比较少 就去那几桿子而已 那几桿子有两而已 后卫帮进去 你现在收盆之后看 某某政见护卫帮 那天中生高量 可能一万五千典 他可能增多一个 一万六千典 都在那儿 第二天大家就招下 开关 走起 走起了 所以据说你如果到云林 要开券商分行 分公司 你如果没有拉贵 护卫帮的成员 你竟然做不出来 对 一定要护卫帮 来来来 你来我这儿下一个拌 分一点点拌来我这儿 因为自己的操盘式 他们不一定在政管上了 因为我们稍等来说 他们怎么做 所以说你如果可以分一些 你就可以损益平衡了 虽然他退胸退得很高 退到10 退到11 但是至少你可以损益平衡 那虎卫帮谁在控制 一个姓郭姓的一个大户 那这个郭姓大户 他是苗栗 某一个温泉会馆的创始人 本身他们就找几个 虎伟的士绅 大家集资 差不多三亿至五亿 成立一家投雇公司 由这个郭姓的大户 他当操盘主力 因为股票里面 大家都要贏不贏 所以就叫他郭营长 所以他们都叫他贵贏长 不是年长 不是书长 是贵是贏长 所以他是郭营长 那最主要就是一般来讲 不管是现在任何操盘 在以前我在星光当总经理的时候 为了他们 你知道特别一个操盘是 然后一个主力要配四个棋 四个棋 只要打他们的担 他们的担不能动 因为他们的担打了就是买成功 打了就买成功 他打了一定会成功吗 他用来盘怎么买成功 他没贪心 所以他一定要买到 他一定要追到就是了 买用多盘一定要买到 买用来盘一定要买到 因为他一定要买 他那两个做得出来 尤其最近 因为我们政府对当初 降到税金降一半 他们现在的成本是多少 千分之三而已 千分之三最好做的就是 十块到二十块的股票 一百块到百二块的股票最好做 因为一百块跳下去就一百块五 一百块五 他现在一万股就贪五千块 贪五千块 他的税金较三千 他要贪二千 跟政府对半分 所以最好做的就是 十块到一百块的 治疗以外最主要 你先说合润 合润他们已经押保了 对 我们要不要跟着上轎 我们来看一下合润 合润的K线昨天 K线都不准 这个阿公给我们所有的报告 新国的K线 它是指定组合 那不准 蓋三十二块到蓋三百块 都可以随着它去 而且它升高一百二十块 阿公你掛一百八十块 不一定买到 怎么说你知道 因为它是指定 我指定我账 我要购三人 所以你虽然你计计 掛百八你买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参考 12月切到 它开始 要正式IPO的计计 所以现在如果抽到 它计计53块 一丢是贪十一万 对 以目前来看 应该赚到一万没问题 而且这次 这次中签率 可能不仅仅 可能我们今天看 你不要再说 四万四千多年 所以这次中签率 可能会比较冠实 你不要再跟我们出品家 说 你这样慢慢去签就好了 厉害 其中单笔来自于某券商 胡伟分公司的就高达53张 他们都设定在 130到160的交易价位 推升了合润新贵价格飙升 所以外界之一 可能是神秘的胡伟帮 金主已经出手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合润 因为很多人想抽 但又想我一定抽没了 但是又想赚 想抽抽不到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赚到这一档个股的钱呢 我常常讲 大到自检 那我觉得很高兴 胡伟帮帮我抬一跤 因为我们IPO 抽签也有抽到 不是啊 那个 你抽到啊 不是 就是那个 近拍 近拍 拍到那个军家79附近 近拍拍到79附近 近拍其实官方自己也可以去做 去跟券商要的近拍单就可以写了 所以你去参加近拍 对 然后你拍到 有啊 有拍到 你要讨厌你回去好了 我们都抽不到 你的近拍拍到 近拍可以拍得到 你就看你自己 因为其实这档 我觉得是因为他成交量大 所以他从60块就拍到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近拍 可以啊 你跟券商要就好 那个一个单子写一写 然后要指令 那个汇博的一个金融账号 有拍到吗 所以老师你拍到了 有拍到啊 哎呀 那你居然翻了 没有 那我们也没拍到 我们也不指望抽到 那刚才 那刚才 憲哥讲也可以 我也有去再去抽签 你一个户头再抽一次嘛 因为搞不好 今天讲一讲又 中间率又降低了嘛 那你如果关心到和论的话 因为他是和泰的 因为他明天 最后一天 明天还可以汇款 还可以 那因为他是和泰的子公司 是 和泰要讲 所以现在和泰是不是一直在创新高 你如果对这一档有兴趣的话 你应该注意他什么事情 法人不会突然 某一天大买一档股票的 那一定可能背后有故事 因为法人 他们买过 而且是因为成交量很低啊 他只有在这两天才爆出大量 这两天爆大量 那你如果 你是有喜欢这一档 你平常就要做功课 那一样就突然 怎么突然 法人大买 那就把说你的成本就在这里了嘛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表示法人的成本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那第二个成本在哪边 在八十块附近这里 八十块 就是你们竞拍的成本 竞拍的成本 对 所以 假设说 因为他今天收盘价 他已经在一百六 我们不敢想八十块这件事了 那我们就以这里来看的话 一百二十九附近 一百二十九 那我常常讲说 说 过去不代表未来啊 因为过去你不能想过去多少 刚才好 反正 那个挂摆十二月九号是不是 挂摆之后 一百三也有可能 一百二也有可能啊 所以老师的想法是 如果以 我们不要去跟着上教 不要去追啦 不要去追啊 因为你看 你拍六十块 人他们怎么办 开盘第一天他们怎么办 我们先来拆解 那一年你跟胡伟邦一起炒股票的日子 其实胡伟邦就是我们隔日冲邦 胡伟邦就是隔日冲邦吗 没错 那这样台湾的隔日冲邦可多啦 嘉义邦不是也是吗 非常多非常多 很多草短的都是 胡伟邦建国 云大 我讲出来 云大友林嘛 老师你是哪个邦 我自己赚钱邦 你混哪里了 好 那我们就来讲隔日冲邦 隔日冲邦 隔日冲邦要怎么透过 短线的隔日冲 每天可以赚到隔日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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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一下 那我们举友勋的一个 可以先走看看 好 其实胡伟邦就抓住我们赏户的心态 第一个你会看第一根 他第一根是不是 整理之后第一根 他拉给你的时候 这是在2014年12月底 曾经有一根拉出长红 可以帮爆量长红 对 因为当初我在学筹码就是追 他的隔日冲邦的隔日冲邦 所以那天你进去了吗 我没有进去 我是隔天去空他 你隔天去空他 因为你要算他的筹码 譬如说他今天鎖了8000张 可是他的加起来 隔日冲的券上加起来 假設他进了3000张 那怎么办 你要先看他开盘第一盘 有没有把3000张卖掉 那卖掉没有 没有 卖下来怎么办 你可以去 就可以去买 因为该弱不弱就是抢 他卖不下来就是会涨 所以他如果隔天到货 股价没有下来 他拚不下来 你就会进去买 那你那天 要半康喔 半康 所以他做的都我做的短空 因为股票他会被他卖下来 他有卖押 今天这个买盘就是明日的卖盘 但是你刚刚不是说他没有把股价卖下来吗 对 如果他没有 那没有卖下来你还是去空他吗 我就不会 对嘛 你就进去买 我也不会去买 因为你也不会去买 因为现在有隔日冲他们会有一些卖押 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钱贷关系 我们做你熟悉的股票 做你熟悉的筹码形态 所以如果他在卖的时候 股价被他卖下来你就跟着防空 短空 短空 但如果股价卖不下来 你也不会去做多 要高手才会去做多 贊户尽量不要去做 沒關係 你就高手你就说你就好了 所以像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当出现爆大量 残虹突破 这一定是有大戶在里面 对 有大戶在里面 我们要不要跟看第二天 第二天如果说一开半就开始 大出会 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不要追 同时甚至你可以逢高做短空 对 当他的轿子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很强 我常常讲该强不强就是弱 隔天你看开山很长 那代表人家粗掉 所以你不要看他一天赚1、2% 他可能是5千张、3千张 1、2%加起来很多钱 老师可以试得更简单 简单 我试得算隔壁冲的方法 好 我们看下一张 隔壁冲一定要手机率 什么叫手机率 我竟然要做短线的价差 你要记住 我这笔钱是做短线 你不能说因为套数 我就变长线 这样是不行 你做事要有关键 那第一个 我设定这笔资金 我要隔日冲 我就是今天买一定要明天卖掉 总之你既然报定决心 要做隔日冲 你就千万不要 约会约会约成老公 不要买股买股 买成股东 所以买房买房买成房东 这是冠金就要走 有贪不贪都要走 对 其实关键还是在玄骨 对 冠金照我也知道 问题是要算多少个股票 假如这档是很标准的这档 看这里 你看这KD交叉 这里还没交叉 还没打钩 还没打钩 可是你知道 是撈回底部 撈回底部 撈回了嘛 然后冒来来讲 因为他之前有投信在买 几乎没什么出 所以筹码OK 那你就看 假如这档 你也喜欢这档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就明天 隔天 看看他有没有盘中拉抬 这是隔天的走势图 这样子嘛 你看这尾盘拉抬了 那我想说 为什么是午休下单的好方法 你发现中午 我吃饭看 我才算得高屁 可以认为 你就可以考虑进场了 可是观众朋友也会怕说 那万一跌下怎么办 简单啊 我就追盘买就好了嘛 是不是 追盘买就好了嘛 你要记得 尾盘去的一定是主力买的股票 一定不是你买的股票 尾盘买一定是主力买的股票 不是你买的 所以你看尾盘拉抬 就是有那种feel 那我讲 老师那个买卖讲清楚 主力 尾盘拉的一定是主力买的 一定是 所以我们就追是吗 这边就可以感觉去买了嘛 可以感觉那么feel 那你刚才不是说 那是下来的 我早上选的股票怎么跌了呢 那也有可能拉下 那你 最后你就买最后一盘 买最后一盘 1.25那一盘就好了嘛 买最后一盘 跌下来也买吗 为什么跌下来 因为早上可能有人要做这一档 他尾盘要市价卖出去当充掉 所以有时候会刹那尾盘 那我反而去接吗 你就可以买到相对低点 对吧 既然叫我用追 就表示我要追强的心态 他底下我怎么还敢买 可以 所以不管他涨还是跌我都买 因为我就是按照我赢家的 高升率方式去进去买 所以你也是感觉眼睛 � � Don't open 只要你选这支股票 只要他勾起来 他涨我也买 him 他跌我也买吗 最后一盘是这样子 没错 但是我刚才讲 你要印证老师讲的话 你就开始每天去找我看一下 每天到尾盘的股票 隔天他开盘的经营是怎么样 那开盘有很多原因 如果我明天大盘OK 大盘OK 现在大盘也是相对低档 那今天假设你总有看到 有很多股票 我們再看下一檔 所以尾盤下沙的野蠻 尾盤拉抬的野蠻 最後一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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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檔是不是也一樣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不是 他其實尾盤要往上拉抬 但他最後一盤稍微壓回來沒關係 沒關係 你也說得清楚 不然我想說 萬一這個凸行是這樣這樣這樣 我也會去買你的 還是人 所以是尾盤拉抬 但是最後一盤稍微小幅度壓回 沒關係一盤 壓下去沒關係 怎麼可以買就對了 因為最後一盤 因為最後一盤 你不知道會不會買在什麼價格 但是最後一盤 不管是讓他還廝殺 之前要先拉 沒錯 先拉這一波很重要 觀眾朋友 自己就幫我搶籌碼 不是啦 你這樣說我會聽不懂 觀眾朋友五歲 想說我才去鎖定 無關他縮還是路 我都要買 你看這個是不是也27號 我們講一個是不是 這邊整理 有開始籌碼進來 籌碼進來 量沒有什麼出來 是開始 上來了 你又喜歡這一檔 是不是可以考慮在 你說這個 你會 如果 你機器者當然可以買 可是你要講 你進場前要決定 我的賺賠 你要不要 如果這邊萬一 套出怎麼辦 你要承受嘛 你越早進場 就有可能承受的風險 所以你建議都是在 我覺得盡量 收盤前在進出 可是有時候可能收盤前 就會拉拉很高 看你自己 你要去看那些股票 你要看那些一些股性 所以你可能在12點過 就可以 可以注意你的想要的股票 如果股票 它的位階剛好在相對低檔 我覺得低跟那還OK 可能是 大盤好還有機會解套 好 這個我們可不可以幫郭仁鵬整理一下 如果要隔日衝的SOP 你先選股 選股呢 你選 KD出現打勾的 這是不是KD打勾的 好 第一個先選KD打勾的 如果你選到股票 它是KD打勾的 你就可以留意它 然後第二天呢 你發現它是這樣的走勢 開始出現 像大戶在吉拉的走勢 你可以等 等到收盤前最後一盤 你在慶場相對比較安全 那你如果不想等 在這裡也可以 如果它是在低檔 在這裡也沒關係 對 你如果煩惱 你到最後一盤 再追也不打緊 但是做隔日衝紀律很重要 明天一定要走 無關你有錢或沒錢都要走 對 這樣嗎 對 明天開關我們就走 明天開架我們也走 還是開架後 我們等它撩起來就走 主力的作手 是不是它會反覆拉 假設這檔股票是有籌碼 有基本面的 你也可以考慮留三五天 假設大盤還OK 對 但是我想說 假設說 你要考慮你的資金狀況 因為我不喜歡輸的感覺 我倍是大 你如果賞 你就一套資金就固定 這麼少的錢 你就要嚴守機率 今天明天就要出掉 開平板一下就要出掉 因為今天收度最高 你明天開平板一下 那就不對了 你就要趕快出掉了 假設你的資金是有限的話 一定要嚴格執行這種機率 還是可以吸引你 以上 聽到很久 你會不會看 看過 你不會看 有二櫃的東西 你會不會看 看過 你不會看過 你會不會看過